歡迎收看今天的窩心球 我是何慧榮 今天要帶各位開箱的非常特別的是 花藝女神的家 哈囉 雪瑩 當初啊 找上設計師 那妳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 或者說妳有跟設計師要求說 妳要有哪些東西 設計師怎麼幫妳達成的 我當初是 比較偏向就是想要溫暖色調 但是又想要有一點時尚感 然後另外的話我就是可能 像大家一樣就是可能出門前 會想要有一個整容鏡 然後或者是就是有櫃子 因為我想要有一個可以展示 就是我跟我老公之間的收藏品之類的 那再來因為我本身就是 偶爾會看一點書 所以我希望說看是不是可以在電視牆 上面就是可以有 可以那種放書的那種小空間 不只是一個收納空間吧 這就是一個你們的戀愛紀錄櫃啊 是是是 那是我的國小同學 然後後來就是出社會之後 我們才又搭上線 但他其實是我 就是小學的時候 第一個喜歡的小男生 這是不是可以來首歌啊 首歌 小潘來 趕快來首歌 你的眼睛在說我願意 我看到其實也有加入一些比較柔和的元素在裡面對不對 對因為我覺得就是 家裡如果多加入了一點就是譬如說像這樣吊燈圓形的元素的話 其實整體看起來會蠻融合 然後有就代表說圓滿的意思 我們這面牆怎麼看起來 我看到上面有一個軌道是不是 對因為他其實這個他是做那個電箱 隱藏電箱的部分 所以他因為我們電箱很大 所以他那時候有做一個巧適是幫我 把電箱這樣藏起來 然後用隱藏門的那個方式 然後又有設計感 對 他的電箱真的是蠻搭的 對 好難怪我想說 一開始我看到這邊有一個小軌道 對 我就猜到說 喔這邊一定藏了些什麼秘密 要藏些什麼東西 對 那在整體的這邊的一個設計啊 就是怎麼會想到說 喔這邊用樹的一個牆面 然後搭配這樣子一個 灰灰 搭配還有 對 線條啊幾何感的這個 我當初 其實是蠻喜歡就是像清水膜那樣子的設計 但是因為如果實際用清水膜的話 其實那單價其實蠻高 所以在設計師他的建議下 他就有說 譬如說像用這一種就是灰灰 就是有一點紋路的那種鐵皮 然後再加上就是切割面幾何圖形的話 這樣整體的時尚度就是也會帶起來 所以後來就採用了他提供的這個方式 那 的確就是整體看起來整個架就是 誒 這一面就會覺得 誒好像時尚度就是有提升 而且又看不膩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點 除了這一扇隱藏門 是不是還有藏其他秘密呢 對 除了這一扇隱藏門藏電箱之外 其實我們這邊還藏了一間主臥 帶你們看一下 走走走走走走 好 誒其實我這樣看進來 好像在整體的裝潢師做的範圍 沒有到非常多對不對 對 因為當初其實 簡單的構想就是想要就是有 櫃子衣櫃 然後以及就是像在那邊就是做臥榻 我就是可以吃個小點心看看窗外那樣子的感覺 對 小夫妻的浪漫 對 對 所以這邊的訴求主要就是做櫃體的部分 對 就沒有做太多 可能比較花俏的 他選擇在這一排在家的這個 軌道的 用意是什麼 覺得這樣看起來氣氛都蠻好 而且就是在化妝的時候整個體諒 都可以體諒 我聽說你找的這個設計師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嗯 對 他是不是有那個前後對比圖可以給你看 對 他有一個蠻厲害3D渲染圖 就是在我們其實外行人比較不知道說你設計圖 如果只是圖面平面 那種沒有立體度的 我們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想像 那他這邊他蠻厲害 他就是會提供給我們就是3D渲染圖 讓我們去對比說就是施工前後 到底有沒有跟他講的不一樣 所以這還蠻貼心的 而且我覺得還蠻科技的 所以你覺得還原度怎麼樣 百分之百 哇 真的是一模一樣 這個圖再放上來大家一看就知道 真的是一模一樣 我就覺得說這根本就完工照了嘛 結果他只是一個 事前給你先看的3D渲染圖 我覺得蠻特別的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比較知道說到底有沒有符合自己想要的設計 既然是來到花藝女神的家 怎麼可能會小的花花草草呢 趕快帶你一起來看吧 哇 哇 這間也太美了吧 而且很香耶 很香 它會有一個味道 很舒服很療癒 這個是你的副業對不對 對 興趣愛好 嗯 它是我的興趣愛好 它這是叫永生花 它也叫布雕花 那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它其實就會長成它原本這個樣子 它就不會凋謝 那它製作過程 它其實是蒸花去用保鮮液 然後去做保存的 所以你可以摸摸看它的質地 它還蠻柔軟的 但是它又有一點濕度 它不會像這樣子乾燥的形式 不會有這種哭掉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它在送禮 或者是在家庭擺設上面 還蠻耐用的 像很流行這個 因為這個也代表什麼 就是永不凋謝的愛 對 永不凋謝的愛 這個也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這是我自己做的 其實剛進門我就已經注意到 這一盒了 對 所以這個在什麼 婚禮 最多人找你買這些東西 週年紀念的時候 老公會想要就是 給老婆一個驚喜 或者是 這要教育 真的要教育 對 那像有一些閨蜜 她可能也會想要送給她的朋友 那我也會依據就是 每一個花語的不同 幫她放進去我的作品裡面 譬如說如果 是閨蜜要送的話 我就會放上面花 因為棉花有珍惜身邊的人 知足現在的美好意思 那我覺得這就蠻可以代表她的友誼 那或者是說 如果說是像設計師 或是有一些髮型設計 他們需要有靈感的話 我就也會帶到一些就是 像這個毛筆花 它就是有那種 祝福你有獨特的靈感的那一種意識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特別的花語 就是加進去我的作品的元素裡面 那希望說收到的人 可以知道說送禮的人 藏了什麼訊息給她 那像我跟我老公結婚8年 那你會推薦什麼 我會推薦她就是像荒花 那裡面我就用金邊的玫瑰 代表就是經常 你是她經常的人 對 還有什麼值得跟我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磨礙寶寶 其實原本是 可愛耶 真的很可愛 對 那我原本就是可能只是覺得 欸 她這個奶嘴的磨礙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特別去找了她 像她這樣子的噴氣 然後結果就是 可能就是 顧客在看到的時候 他覺得說 可以一男一女 然後我要送給我的好朋友 祝福他們有找生櫃子 意外的特殊歡迎 我覺得其實像這種啊 這個很像 小王子的玫瑰 對對對 就是 主要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覺得說 永生花如果直接擺著 其實我也有收到 我老公送的永生花 是 可是她沒有罩子 就我就覺得擺在掌灰塵 我不知道怎麼辦 可能會掌灰塵 對 你就可以 把它放進去玻璃瓶裡面 你當初其實跟設計師 打方向是講出了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他都是怎麼樣去幫你做搭配 當初是跟他說我想要 簡約風 但是有一點時尚 然後不要太快可以看膩的那一種 設計 然後就全部都丟給他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 幫我用完那個3D渲染塗跟圖面之後 其實我一看 我就覺得蠻喜歡 我就沒有在幹 有哪一些可能是你當初會沒想到的 我當初其實對天花板的電燈要怎麼用 其實非常的沒有想法 但是他就幫我在天花板中間那邊 就是有加了那個燈條的部分 就變成說整體室內看起來會就是蠻亮的 但是又不會變成說整個 像白光一樣的時光 因為他中間可能又有幫我多加了一盞黃燈的那一種 那或者是說他可能在廚房的櫃子上面設計的話 他還有幫我做那個 抗油汙的那種 對 抗油汙的那種 那一種玻璃麵 然後那個是我當初沒有想到說 喔原來就是 你不是在煮飯的那一面 你也需要就是去用那一種 當下就覺得 欸他真的是還蠻細心的 就是很實用 但是我們裝潢小拍的都沒想到 那其實因為像現在很多都是那種小家庭 對 那說真的啦 買一間房子不容易 空間有時候真的沒有那麼大 嗯 那像其實我看你家 玄關的部分 其實他真正有擺櫃體的沒有到很多對不對 這樣收納空間好用嗎 收納空間其實都蠻夠的 因為他都有幫我頂到天花板之外 其實女生還有一個很困擾就是鞋子 太多的問題 對 所以 也因為就是空間比較小 所以他在鞋櫃上面設計有讓我就是驚艷了一下 他幫我做成L型的鞋櫃 所以讓我在轉角處 就是邊邊角角的地方 他整個一展開的話就是 蠻大空間的收納鞋子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很多集 拍過很多那種裝潢真的是做好做滿 全部都是櫃子 然後跟很多就是 當然是很精緻的設置 但因為我看到你家很不一樣 就是你還特地留了一間花藝的房間 是幾乎沒有裝潢 很留白的 我覺得一般觀眾有些人 可能會有一點卻步 就覺得說我找設計師 是不是一定要做到滿 那你這個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當初是怎麼樣的一個考量 那跟設計師有做什麼樣的溝通嗎 其實當初在跟設計師溝通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小家庭 所以那時候 比較花比較多時間跟設計師溝通 就是在於客廳跟夫妻之間主握的部分 設計上面 希望就是設計師幫我做一點小巧思 那因為這一間可能空出來的 日後不確定會有什麼樣子的它的用途 可能是嬰兒房或是可能是書房 那如果說留空的話 對於以後的使用上面 就會有滿 就是有滿大可以使用的 而且除了彈性之外 現在很多的房子其實 可能建上就已經付很多了 對 其實沒有必要 就是全部都砍掉了重來 喔喔喔喔喔 這樣子在預算上 其實也是比較好去抓對不對 對 沒錯 比較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對 這邊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天非常開心請到我們的花印女神 跟她開箱一下她家的狀況是怎麼樣子呢 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囉 持續鎖定窩心球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